L Couple's W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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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Carden 嗨我是劉萱 歡迎大家收看L Couple's Wiki 今天呢我們要跟大家來聊一聊 和前任當朋友 適合嗎 那我們來聽聽大家怎麼想 你覺得分手後可不可以當朋友 當然可以啊分手後當然可以當朋友 不行你呢 看分手的情況是如何 可以啊可以喔 可以可以 你覺得呢我覺得不行 為什麼 毫斷失禮會有舊情賦然的可能性 不行不行喔 那你呢你覺得呢 如果是和平分手是還可以 不要有那些情愫就可以 所以如果今天你男友跟你說我要跟前女友出去吃飯 我雙重標準耶 不行喔 我覺得可能就是還想複合吧 不要刻意去找前任當朋友吧 朋友那麼多為什麼一定要找他 對啊你也有很了解你的朋友啊 也有十幾年的朋友 但為什麼一定要找這個對象 那你知道你的男友現在有跟哪個前女友是朋友嗎 好像好像有喔 那你怎麼解釋 交好朋友啊好朋友 如果說要出去的話 我會介紹現在你的男朋友吧 不要讓現在的男朋友知道的話 我覺得可以 現在的男朋友如果知道的話一定會介意 但是我覺得跟之前的男朋友保持友好的關係 可能就是不預舉也是OK 這樣 我跟你講做人的格局就是要大 所以呢 分手之後當然可以當朋友 是不缺一個朋友 但是難道你缺一個敵人嗎 這次的那個討論分享 好踴躍喔 其實大家都還蠻理性的 像我覺得剛剛那個第一對情侶的女生 我覺得她講得非常好 就是說其實為什麼要去跟前任聯絡 就是說你也有很多十幾年交往的朋友 你可能也有從小一起長大 可以跟你分享大小事 就是你也沒有必要一定要去跟你的前任分享 我們今天我們唯一擔心的就是我們的現任會怎麼想 有些現任他們說其實OK啊 然後有一些會覺得說你有差這個朋友嗎 或者說其實就完全就是很多OK 所以其實是很多的元素去促成你到底 你應不應該跟就是前任做朋友 那我覺得這個是你自己在跟對方相處起來 舒不舒服 你自己跟他相處起來 是不是覺得說沒有在尷尬 我覺得這個其實是非常重要 然後有沒有讓你身邊很在乎的人 覺得尷尬不舒服 覺得秘密是自己也不會覺得guilty 因為其實說真的感情 就是你自己可能現在你會覺得這應該是一個秘密 就是你代表你現在不喜歡這個事實 那既然你不喜歡事實 你當然有權力可以否認 因為他並不影響到任何人 其實他沒有傷害任何人 所以就讓你自己用一個對自己舒服的方式 去闡述這件事情 如果你有一段秘密 你覺得對方會介意 是因為他曾經是一個你做過的錯誤師的話 那也許你可以跟他說 你從這個錯誤裡面 你已經學到了一些什麼 然後你已經走出來了 我覺得這個可能是對方會更在意的吧 嗯 我覺得第一個可以想像一下 就是說是不是有必要爭吵 是不是可以把問題就是說出來 就是用溝通的 當我們有爭吵的時候 我們真的是有一個需要溝通的點 對 然後我們真的會把它給溝通出來 然後最後我們會說 這個裡面我們的 學習是什麼 對 然後真的會有一個結論 然後之後我也會 如果我們有說 說出一些不該說的話 會傷害彼此的話 我們會為自己的事情道歉 然後再給彼此一個擁抱 擁抱 我覺得大家就剛好聽到 就是怎麼樣回到平和的狀態 因為前面不管怎麼樣的 有結論還是會有點傷害到彼此感情 可是這時候真的就是給彼此一個擁抱 對 然後就說 I love you 就是No matter what I said 對 就是I love you 女孩啊 你真的要直接的說 因為你不說 如果你男友 他就是一個喜歡講道理 然後喜歡給你分析 你不說他不知道那是你要的 對 你就說我現在 可不可以只要安慰我 抱抱我 我們男生其實蠻遲鈍的 我沒有辦法去閱讀你的心 其實就是平和的把它說出來 你要的 對方才能夠理解 所以還是說出來吧 或者就是你也可以播放 就是我們在影片下方都有 之前Couples Wiki的連結 有時間可以跟男朋友一起看一下 讓兩個人可以討論一下 然後或許也可以找到一些不同的相處的方式 等一下 會讓我開心 會安慰我 會安慰我 會經過情緒 對 這不就是跟 這不就是現任 是不是 對 前任已經分手之後的話 如果想要再繼續當朋友的話 他就要變成一個姐妹 哦 大概是這個意思 是這個意思嗎 會不會